两年一度的数位控制机械展跟三年举办一次的木工机械展今年首度联合举办 而台湾区工具机即零组建工会的理事长就表示 工具机是属于高精密的制造业 因此员工起薪不会有22K的问题 迅速精准的闪光雷射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完成雷射切割模型 比起传统开模节省至少五成以上的时间 业者表示有越来越多厂商为了确保品质与降低成本 也开始采用高效率的雷射加工机 有以前的整个从开发模具的生产方式 也确实转变到用具有弹性生产系统的一个雷射加工机来生产 那也确实达到了就是能够很快速的交货 可以依照客户的订单能够确保品质降低很多成本 国际数位出工机械云木工机械展 8号在南港展览馆开跑 台湾区工具机机林组建工会理事长朱永才 在记者会上自信满满的说 工具机产业的起薪绝对不止22K 工具机跟林组建我们不是传统产业 我们是非常高精密的制造业 它是高附加值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大概也不会有22K 工具机产业已经卖入高端制造业 如何吸引人才与技术提升 将是争取国际商机的重要关键 经济日报图有任特别报道 グッド 商机 格